今天国际的经济新闻我们来看一下 从行动支付平台数位支付工具到线上买卖的APP 现在是主流 Twitter旗下的数位支付公司砸下美金290亿 也就是和新台币8000亿的重金 现在收购了一间新创公司 抢供先买后付的市场 这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案 先买后付究竟这家公司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 一起来了解 招牌的双箭头logo让全球越来越多人 一脚踏入先购买后支付的市场 现在更促成澳洲史上最大收购案 金主就是由Twitter共同创办人多西 创立的数位支付公司Square 宣布将斥资290亿美元 近8000亿台币的全股票交易 把澳洲这间金融新创Afterpay给买下 预计明年第一季完成收购 有了它让消费者不论是购买平价的衣服 家具或是昂贵的电子用品时 只要点选Afterpay下单付款 就能享有先购买再分期付款 且不需要支付额外利息的服务 而Square另外更看重Afterpay广大的使用人数 2014年创立的Afterpay 目前在澳洲英国美加等国 拥有超过1600万名使用者 特别是过去一年 在美国有多达数百万名用户注册 成为先买后付成长最快的市场 也激励Afterpay股价 从去年初的10澳币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已经突破100澳币 包括全球最大的线上支付系统 PayPal 已经在去年8月 推出自家的先买后付服务 Apple Pay也在几周之前 讨论过相关议题 除了要抢工 已经习惯网路购物的民众 更要吸引电子设备 不离手的年轻时代 从这款专门买卖二手衣物 却又兼顾流行时尚的App 可窥见新世代的消费习惯 这个叫做Deepof的App 目前已经在全球近150个国家 有3000万名使用者 当中又与年轻人居多 因为不只能在上面赚点外快 还能成为平台上的网红 像这位20岁的坎波斯 就是拥有4万人追踪的人气买家 不过该平台想借由买卖二手衣 达到永续环保的初衷 现在也遭到质疑 因为有越来越多年轻人 到实体二手店收购衣服 再放到平台上 以翻倍价格贩售 成了获利导向 但要抢工年轻消费族群 除了结合先买后付和流行趋势 还有就是数位支付的工具 让推特创办人力推的 除了比特币不受任何国家或企业操控的特性 最近更让推特进涨不少 根据推特刚在上周公布的财报 Square在第二季的比特币收入 达到27.2亿美元 并从中赚取5500万美金的利润 就连咖啡也诞生了专属的加密货币 受到近期巴西双骇 加上投资人需求升官 让这全球第一款由咖啡股价 支撑的加密货币咖啡币 交易首约就升值超过35% 生活中虚与时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TV新闻联合报道